大家好,我是贝亚 在纽约地区有很多很多家的餐馆 有很多华人在里面做服务生收银的 还有后面的大厨 那收银的和服务生相对来说门槛就比较低 然后他们的工资是怎么样的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好奇 今天我们一起就来探索一下吧 我现在打的电话是纽约法拉盛华人社区 一家美食广场里面的收银员的职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约线是多少钱 喂,你好,请问你们有招收银员吗? 你多大了? 今年30 你做过吗? 收银做过呀 我们那边就是时间不知道老板有写上去吗 就是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然后一天100 一天100块钱 一周是工作几天 五六日是必须现在缺人的 嗯 嗯 你一周想做几天啊 你们是工作三天或四天都可以对吗 是的 好的好的 我考虑一下可以吗?谢谢啊 嗯,没关系 拜拜 拜拜 这一家 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 一天也就是1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一天100块钱 也就是说10块钱一个小时 而且还没有小费 纽约现在最低时薪已经是15块钱一个小时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们华人朋友都可以去找的 像这种压榨劳动力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擦亮眼睛 下面这一家是位于上周的亚洲餐招服务员 我们来打电话问一下 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们有招服务员吗? 招什么? 招,呃,起台服务员 啊,对,我们是有招起台来的 呃,请问那个你们的工作时间和薪水是怎么样的? 不报税还是报税? 呃,要报税的 要报税一个小时9块3毛5 然后还有打小费 嗯 一个月最早6000以上 一个月能达到6000以上 是 请问你们一周是工作几天? 5天 5天 一天是几个小时? 11点半接送10点下班周末11点下班 OK 你们这个主要是靠小费是吧? 是的,你有做过体财吗? 有做过,有做过 我们是有铁板的,你有做过吗? 铁板没有做过 呃,那您之前做的是什么类型的体财呀? 呃,做的是美式中餐 嗯,差不多 日餐会吗? 日餐不太会 啊,我们这边是有比较多的日餐 嗯,OK 好的好的,谢谢啊,考虑一下 好的 哎,哎好,拜拜 拜拜 这家是位于上周的纽约附近上周的一家啊,中餐厅是9块3毛5每个小时的底薪再加上小费听老板讲每个月能达到6000块钱 然后工作时长是,就是每天是12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然后一周是工作5天 薪水听老板讲是蛮蛮高的,但是工作应该也是强度是非常大的 我有朋友做这种服务员,据说腿都,膝盖都,年纪轻轻都已经严重的磨损 然后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现在我拨打的是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餐厅 看看他们一个月是,薪水是多少 喂,你好 喂,你好,请问你们有招聘服务员吗? 对,我招聘服务员 前台你们有招聘服务员吗? 都有,两个都有 请问服务员和前台你们薪水分别是多少? 只是小费拿的点子不一样,比较一样 15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一天工作多少时间对吧 对 现在是4点半到结束,结束一夜10点钟 现在基本上10点半到11点左右这段结束 但是这两周是这个样 最后的话会再更改 因为还没有正式更新一项,再睡一页 是下午4点半上班吗? 错 早上4点半 下午 我们现在去看 下午4点半到晚上10点半是吧? 对 没错 OK 是15块钱加 他们俩全都是15块钱加小费对吧? 对 没错 OK 请问你们是什么餐呢? 我们做中餐最多的日费,八王餐,美金餐 OK 中餐 然后问一下你们一周上几天呢? 一周四十个小时就要报全税 一周四十个小时 好的好的,我考虑一下 谢谢啊 好的,没问题 拜拜 拜拜 刚才拨打的是曼哈顿一家中餐餐厅 现在招聘服务员,还有前台的收银的 然后一周是工作四十个小时 每天是15块钱一个小时 再加上小费 算下来就是一个星期是600块钱加小费 那一个月就是2400美元外加小费 差不多一个月能赚到3000到4000美元一个月 这家薪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过是位于曼哈顿的中城 如果是住在皇后区的话 可能要每天通勤地铁 所以不同地方的薪水真的是大不同 就比如说上周离纽约地区20分钟的车程 薪水是相对来说偏高的 能达到五六千每个月的薪水 就比如说曼哈顿薪水也是偏高的 差不多25到30块钱每个小时 也就是一个月也能达到四五千美元的薪水 像是华人聚集地法盛 就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地方薪水是最低最低的 甚至达不到纽约的法定工资 就是每个小时15块钱的薪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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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